你现在就要高级 我现在就要高一 二号 男嘉宾 你好 我父母都是高中老师 然后您的作息跟我爸爸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因为是要带早读课对吗 对 要上早读课 然后他又是班主任 然后他可能会起得更早一点 但是就是我爸对我就是说教会比较多 因为平时跟学生开班会那种 那如果你在恋爱当中 会不会比较喜欢跟女朋友讲道理上课这样 我上课的话和这个私下是不太一样的 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比较有反差的一个人 就是上课的话 可能跟学生用一些上课的语言 那下课的时候 跟别人在交谈的时候很自然的 你上课讲话什么样 你能展示我们看一下吗 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教学方式 好 可以 万一可以 之前我们上了一堂公开课 然后就是上那个庆园春长沙 然后当时那个单元的主题是关于青春的 然后他们上课的话就是这样 我们后边是校长 还有各位语文老师都在台下 他们就非常的紧张 这个时候我用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方法 我就把这个音乐和这个语文课就结合在一起了 我就给他们弹了一首歌 就是那个朴树的那个那些花 这个时候我就看同学们的眼神 从最开始的一个紧张 到后来的一个震惊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在课上弹琴 然后后来逐渐就放松下来了 有没有同学说 老师 这歌我会唱 我要唱给你听 也有 你想不想唱 现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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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我会在这里 忠心地祝福你 谢谢大家 巧了 这首歌走红的时候 我正好在上高中 那我 哇 你拥有我 看